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不同的社会只销售一件事 除了智慧之外 其实就是你的情绪 你可以销售到情绪的话 理论上很多不同的工作都可以无往而不利 这套我们常说是Display Rules 或者是Basic Emotions 这套是其中一道很大的研究范围 其实每一种情绪带给我们的都是求生的意思 管理情绪是越来越重要 如果我们不能销售到情绪 你有很多工作其实是做不到的 大概从90年代开始很多人突然讲情绪 究竟理智和情绪是否真的可以共存? 如果我只是叫自己不要沮丧 你不要开心 没有用的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改变某一些想法 情况可能会很不同 工作压力很大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出入职位 他们如果刚好也在处理自己的不同的学习 上面的工作 你同一时间也要照顾好 外面做职业的事情 可能其实很惨 受到挫折 尤其是当他们本身 如果在机构上刚刚开始入职 做所谓Industrial Attachment 他未熟那个行头的时候 你叫他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他觉得很无力 这不仅是普通学生 我认识很多临床心理学家 他们经常跟我说同一件事 尤其是当他刚刚毕业出来的两三年 很惡顶 很惡顶的意思是 他以为已经过了一个专业的训练 真的见客人的时候 他才有很强的无力感 因为他觉得原来我学的东西不够 那你可以可想而知 现在一帮大学生 当去到机构做实习的时候 他才知道原来自己不懂很多东西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有情绪是正常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同行告诉你 我今天去到实习 我有很多不同的情绪 他跟你分享 第一件事不要告诉他 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 你不符合他的情绪 他不知如何继续跟你说 因为我想如果他肯跟你说的话 理论上他希望去建立一个 就是所谓的对话 而第一件事你告诉他 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 其实是很惨的 你不可以有些所谓的 你很难可以继续跟他聊天 所以重点是 不要让那些所谓的情绪 影响了你的工作 这是第一点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记住 最理想的情绪管理 当那个情绪未发生的时候 你已经处理了它 已经了解到 我在某一些情况 看到某一些的人 我会有某一些情绪的话 最可以做到 去处理我自己的情绪 就是我尽量去避 去选择一些地方 是不会有那种情绪的发生 我叫做Response Modulations 其实就是处理 当我情绪发生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做 学者或者Peditioner 都会发现 其实如果你愈早处理得到 愈理想的 这些是所谓的负面水晶头 很多人都会有的 而不知为什么 通常你见到这些事发生 你自然会想一些负面的事情 另外一些 我们经常说的 所谓过分犯法 overgeneralization 譬如说 如果我今次做interview 我了 那糟了 因为通常我今次不行 下次都不行 永远都不行 另外譬如说灾难化 一个人他将他所谓灾难化 会怎样呢 今次GPA不行 那我整个overall的GPA 就不行 我overall的GPA不行的话 我拿不到first song 我就未必可以有一份好的工作 没有工作 我很难找到钱去买楼 没有楼 香港是找不到女朋友的 没有女朋友 我爸妈就开始会呱呱了 他将整件事 变成一个很巨型的灾难 而说的是GPA低了 但是最有趣的方法是 你越叫那些人不要去想的话 他会越想得越多 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例子 是不可以想一只粉红色的大笔像 会立刻在脑里面想 粉红色的大笔像是什么 你叫那些人越不要去想的话 其实他会弹得越快 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就是 注意力分散 或者不要再想那样东西 其实你要用所谓distraction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些你自己本身喜欢的相片 故事 将它扭曲了 变成一个你现在可以做到分散的地方 那其实已经好很多 正向思维法 我想这个就跟我们中国人常说 一些阿Q精神有些类似 开始要想故事 可否赋予一个新的意思 当我作为一个上司 或者一个顾客 我告诉你你做得不好的话 其实你可以是一个学习的经验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我只是看到 你可以无理取闹地骂我的话 我就会觉得很难堪 但是如果你觉得 我不是 我是真的想 塞钱入你的袋 那整个情况就很不同 你不可以就这样 suppress emotions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讲suppress emotions 很多researcher 会直接令到你的身体健康出现问题 甚至说情绪的宣泄是应该的 但是不可以就这样去压抑它 因为硬抑它是一个最不理想的做法 複式呼吸法就是希望可以令到大家 可以在一个很斑颈的情况里面 再轻松一点 比如说当你在一个很生气的情况之下 你是不断闷气的 是很快很快的 其实如果做複式呼吸法 你是想基本上传一个讯息给脑 其实我现在在一个轻松的状态 如果一些学生在配置中 突然间很生气的 其实叫他去洗脸 做一下複式呼吸 其实就是可能可以帮到某一部分的 所谓情绪管理 但是当然 这些是一些比较不理想的方法 因为刚才我说了 其实在整个情绪管理的情况里面 比较前面 所谓antecedent 是比较理想一点的 给理想解采 奇形状 你 scorp 嗯 你